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6岁的高晓松在昏暗的机房里面翘着腿看完了电影《孔雀》的初剑样片 当最后一个镜头落下与电影相关的词曲已静在他心中 略微的润色之后他拿起了吉他当场向导演顾长卫唱起了这一首《蓝色降落伞》 只是我唱走掉了他没看上这歌 直到2017年高晓松才把这一首《带字归中多年的歌曲》拿出来交给一位叫做《周深的新人》 作为他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并在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上面荣获到年度的金曲奖 2014年尚在《独大二》的周深参加了《中国好声音》 以一曲奇遇的欢颜引来了三位导师转身 曲弊 纳英起身为他鼓掌 高呼 你比女生唱得还美 高晓松注意到周深也是始于欢颜 一个独特的声音 加之近乎百分之百的完成度 哎呦 太挠高晓松的心了 次年他为周深写下的第一首歌 《玫瑰与小鹿》发行了 并在微博里面毫不掩饰的写下自己对周深的喜爱和赞美 接呼同声与女生之间的魔音 一个人的唱试班 2017年11月 周深的第一张专辑《深的深》发行了 由高晓松自掏腰包来投资 并且担任兼职 制作班底则是被网友誉为高加班的隐约 钱雷等人 前后历时三年 我自己不惜代价 从个人腰包里面投资一张我喜欢的歌手的唱片 这一辈子都只有三次 前两次都是20年 做的小课的第一张专辑和朴数的 从左往右 一次是隐约 周深 高晓松 钱雷 同样被欢迎吸引的 还有光线影业的刘童 无意当中的一撇 他在微博当中写下 我会因为周深开始追好声音 真干净 由于刘童和隐约等人的历见 电影《大鱼海棠》的宣传曲《大鱼》 最终落在了周深的头上 他拔高三度的副歌部分 瞬间击中了听众的心 尾段以隐约的共同哼唱 让人是如痴如醉 这一曲不但为电影增色了不少 更把周深推向了一个更高的舞台 成为此后多部热播剧的主题曲演唱者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 周深以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流行歌手的身份 参加了音乐节目《深入人心》 在这一档被誉为神仙打架 杜瓣拿下了9.2高分的节目里 以空灵高音文明的周深 和以低沉厚重文明的王熙 组成的深呼CCP多次登上热搜榜 两人一高一低的声线组合 迸发出了绝妙的和谐感 两人合作的一曲《月弯弯》 至今仍高挂榜单的前列 随着节目的播出 周深人气一路水涨船高 相较于过往 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的晚会当中 以及音乐访谈节目中 以一种让采访过他的电影 都难以相信的欢托的姿态 与参加好声音石头的腼腆 内向眼里充满了不自信的状态相比 如今的周深就像是一只跳脱的小鹿 每次采访完总是自己鲜乐的呵呵大笑频频抛梗 被粉丝称为小花牢小太阳 这也难怪有朋友会发问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周深吗 1992年周深出生于湖南一个小山村 村庄地处偏远 父母常年在广州打工 陪伴小周深的只有一个年长他五岁的姐姐 姐弟俩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挑水 做饭 干农活 哪样都不比大人们差 小学三年级那年 父母带着姐弟俩一起搬到了贵阳 做点小本生意 一家人这才得以团聚过日子 日子稳定后 周深慢慢地在学校里展现出自己的歌唱天赋 他总能够带着学校的合唱团 在市里的比赛上夺得头筹 这让他很是骄傲呀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却始终无法像同龄男孩那样 在变声期变出一股低沉 粗壮很man的嗓音 始终停留在童年的声音状态 为他招来了诸多的非议 人妖 变态 不男不女 少不更事的孩子们 用能够想到的各种讥讽的词汇 或者是当面或者是背后来议论着他 他着急 休脑 痛苦 悲愤 却又无可奈何 纵使努力地压顶嗓音去说话 依旧是改变不了被潮的结果 这被网友誉为天使吻过的声音 在那个时候是周深拼命想要摆脱的噩梦 初中三年 他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唱过任何一首歌 前两年 周深要谢谢道具组吧 登上了热搜榜首 身高160的他呀 在曝光的花絮里 与同期演唱的身高180家的歌手 王凯 王希等人 在视觉上是近乎等高的 而他脚下俨然踩着高出他人许多的升降台 视频里面 他们一起向脚下的升降台鼓掌感谢 他自己呢 也在微博里面认真地调侃 台子升起的那一刹那 真的全场掌声可能是我听过的最大的一瞬间 大家都为我揪着一口气吧 毕竟 当年呢 令他恨不能断掌增高的身高问题 如今也可以大笑着自由调侃了 高中时 拿下校园歌手大赛冠军的周深 开始在学校的各类演出比赛上面 频频露脸 场下的欢呼羡慕之声 让周深渐渐地找回了一些唱歌的自信 2010年前后 网络歌曲的传播进入新阶段 周深也是在这一时期加入到YY成为一名网络歌手的 他用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日本动漫当中的角色 卡布勒作为自己的网名 卡布时代开始了 网络带给周深极大的安全感 天南海北的粉丝们并不会在意他的外形 他的身高 他们欣赏和唱谈的只有音乐 网络上的周深像极了现在所呈现出的样子 活泼幽默画牢阳光 他翻唱过多种类型的歌曲 还曾用九种外语翻唱Let's go 在网络上面周深拥有极高的人气 还拿下了2012年全国网络歌手冠军 但回归到生活当中 他依然是那一个自卑 腼腆内向毫不引人注意的男孩 二高考失利之后 周深遵从父母的意愿 前往乌克兰学医了 如果他在中途反复地挂科 熬夜翻译 复习当中坚持下来的话 那么现在的周深可能会在贵阳 当一名牙医 安然度日 学医不过一年 周深果断地放弃了这种反复的痛苦和煎熬 退学考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美声专业 这自然在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亚 在后来的采访当中 周深谈及这段经历的时候 用几乎所有学音乐的人 都会经历父母反对 决裂冷战这个阶段 一语带过 初次系统专业的学习音乐 周深走了不少弯路 学习不过一学期 就由于错误地练习 换上了声带小节 也就是一种慢性的喉言 会声音嘶哑 失去了歌者赖以生存的嗓音 周深只觉人生已走到绝路了 但回到贵阳 试过用针灸按摩中医 吸药等等的各种方法 甚至是放血这样的偏方 经历了一段几乎绝望的生活 康复后的周深更加珍惜 自己这把老天爷赏饭吃的嗓音了 他重回学校 在乌克兰 功勋及歌唱家门口 徘徊了三月 终于败在他门下了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美声之路 周深从一名网络歌手走到台前 始于2014年的 中国好声音第三季 参赛前身为节目导演之一的胡敏言 已经连续的邀请了他两年了 甚至是不惜去机场赌人 周深有自己的顾虑 他太明白 当自己站在舞台上开口唱歌的那一瞬间 台下不好的话 会立刻喷涌而出的那种感觉 他不想让初中的一幕再度重演了 但他也渴望着能够被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 而且如果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的话 那么他回到乌克兰唱歌打暑假工的时候 就会更加容易一些 也能够帮父母减轻一些负担 抱着这样纠结忐忑的心态 周深手足无措的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上 他留着小平头 穿着简单的白T恤 牛仔裤 眼里的忐忑和不自信 一览无遗 来自于网络音曲欢言 他在音乐圈里面投下了一枚炸弹 节目里面他虽然在导师的考核赛当中惜败了 但节目之外 周深迎来了自己更广阔的天地 高小松带着自己的高加班 自讨腰包 为周深的第一张专辑 深的深细致地打磨了三年 专辑发布后的诸多采访里 高小松提及最多的是周深的成长 你看到他从唱出来的像个黑白电影 然后慢慢的有了颜色 就像我说的 他蓝色降落伞 开始唱出来的是白色降落伞 白的 然后慢慢的他有了色彩 有了动态 所以这个对于科班出身的 利沃夫音乐学院的最缺失的 实际上是色彩跟动态 对周深来说 最大的变化是他开始接受自己了 接受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 接受这一份与生俱来的礼物 在录音棚里 声音中的任何一点瑕疵 都会被放大 暴露无遗 起初周深不愿意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总是要求声音再大一些 再大一些 反复的走掉咬字失情绪之后 高晓松长叹一口气 发出你会唱歌吗 这样的质疑 被受打击的周深本以为一首歌还未录完的专辑 就要此结束了 而周深发来的大段长语音微信 又给了他希望和动力 谈及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的帮周深做专辑 高晓松只用了两个词 喜欢人好 我觉得一个是有天赋 这是首先 还得有一个是人得好 有天赋很重要 有梦想很重要 能为人处事也很重要 你要让大家喜欢你 要让大家愿意为你熬三年 周深荣幸的获得了东方风云榜的年度飞跃歌手的称号 三大鱼刷屏之后 周深的专辑仍迟迟未曾发行 尽管名气不断的上涨 邀约增多了 但周深心里面依然是充满了恐慌和焦虑的 除了大鱼 他一无所有 只能够在舞台上面翻唱他人的作品 这让他总是担心自己下一秒就要被胎死在沙滩上了 直到一年之后 专辑发行的那一刻 他心里面才觉得有了底气 才敢称自己是一名歌手 幸好我没有一夜爆红 不然我的心态可能会非常差 这张专辑帮到我了 我就是要熬 要等 要慢慢的去习惯 脚踩90米高跟鞋 身穿一些亮片晚礼服的长裙 周深以女神的形象 出现在了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 做出这个决定 他依然是纠结了许久的 我想跨过反串这两个字 但我这么做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成为反串 而最终他还是这么做了 很难有一个舞台让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认认真真的在听你唱歌 不出所料 当周深接去面具的时候 弹幕上依然会飘过太恶心了 这样的字样 但此时他也不再往心里去 习惯了 也看开了 没有人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 所以又何必勉强呢 刘童曾经在微博里面 为周深的专辑写了长文 录了视频 他在文章里写道 他说自己因为声音的原因 从小被人叫做人妖 然后摆着手对记者笑着说过去了 看到那儿 我想起自己也被人嘲笑的 细声细语娘娘腔的曾经 在看着周深云淡风轻的 说着自己过去的不堪 一定是给他带来过少年阴影的经历的 此刻呢 并没有让他为难 对过往接受的坦然 显得他愈发的洒脱和潇洒 他真的很厉害 我不是指唱歌 2016年 周深以我可不是什么妖蛾子为名 男扮女装参加了蒙面唱讲猜猜猜猜 来自微博蒙面唱讲猜猜猜的账号 在2018年的深入人心节目里面 周深以一曲 Time to say goodbye经验出场了 随后坐了六期的冷板灯 粉丝们在留言和弹幕里面不断的发问 深深 你到底什么时候唱歌呀 这个习惯了等待的男孩 用自己的大笑和幽默 不断的安抚着粉丝们的焦虑 台下他欢拖跳远 台上他紧张到眼泪都要落下了 代表团队争夺首席之位的时候 明明是王者的他 却露出了一股青铜的气势 害怕会崩掉 害怕表现不好 害怕让喜欢我的人失望 连导师廖昌勇都很是诧异 劝他要对自己有信心 连续拜北两次落泪之后 周深终于用一手欢快的 孤独的牧羊人 为自己更名了 2016年12月27号 刘童在短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把钥匙里写道 认识一个歌手朋友 不算红 性格内向 所以省去了很多应该要面对的纷扰 不知道交际 也不明白争取机会 唯一知道的就是每天窝在家里听歌唱歌 有些人一直在等机会 这位歌手就一直在家翻颤不同的歌 不仅仅是为了唱歌 而是想要找到自己唱歌的感觉 也许周深这样独特的声音 这样专注的性格 注定不会红遍街头巷尾 不会成为万人着迷 但只要他还在唱 就依然能够在深夜里像一杯清水一样 抚慰每一位有心听到他唱歌的人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